見到有一間很圓林的cafe 是很多打卡的位置都可以坐 慢慢有些Nutty的味道 我拍到你多麼驅趕的獎 我看來這個朋友都頗不受歡迎 開心就會搖 他有點害羞 要不要拍他 摸水團軍 我不知道他是興奮還是緊張 那就是吃了一支 你看看他多合作 看著鏡頭 這個是海葡萄 我第一次吃 就是一個豬軟骨的麵 炒苦瓜 也是沖繩的特產 這個就是萬藏牧 是不是好像一隻橡皮呢 第二間Airbnb 這個圍路內的觀眾 我們可以坐下去看看 早晨 我們現在在明湖 今晚就轉酒店了 我們會去第二間B&B 現在在明湖市 就玩了第二個動物園 我昨天就去美麗水族館 今天就玩一些綠地的動物園 我們在B&B那裡 過來大概20分鐘 阿Viu的頻道已經過了7000訂閱 希望快點到一晚可以和大家聊聊天 記得按下小鐘 每個星期有新片會通知你的 多謝支持 去到米園之前 我們看到有一間很圓林的cafe 還要在門口看到花牌 即是新開的 所以就拍給大家 還有也會試試他們的咖啡 好漂亮啊 裡面 又會被我們撞到有這個 童賽亭機場就有這些東西 太好了 來這裡5月5日才開 跟我們到舖的同一天 他們會有這些琉琴的金謝 Belan cake 他們這裡有香蕉蛋糕試吃 都挺鬆軟的 我喝這杯Ice Coffee 就450日圓 先打卡 嘩 虎味很厲害 有一陣是Nutty的味道 第一口是虎的衝擊很厲害 第二口是慢慢有Nutty的味道 不過是划算的 450日圓 其實是來打卡 來休息一下 這裡是很有圓林的感覺 Remind me 新加坡 都是會有植物圓 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這個好大好有趣 這個不知道是甚麼樹 這裡是好像一個green house 因為窗是這樣的 好像在溫室裡面 它有很多不同的椅子 有這些好像沙灘的椅子 也有些好像觀星的椅子 我覺得這裡是很多打卡的位置都可以坐 這裡開了五天左右 有一個新的cafe要推薦大家 在名護士動物園旁邊 就有新開的cafe 下一站我們就來到沖繩名護自然凍植物公園 我們看看要甚麼動物看 第二個動物園叫Neopart 買飛入場的 那條link我就放在這裏 K-look的 哇 它出來了 Hello Goodbye Selfie 會多音樂 很動 這麼充足的 哇 我走過去走 拍到你多麼驅廣的獎 看來這個朋友都頗不受歡迎 嘩 看看這張 會不會咬我的 Hello 它變了寄了你 哈哈 我太大了 好不好 什麼意思 這兩隻象現在就有一個歡迎儀式 我們先聽聽 這個剛剛是他? 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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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以花幾百日圓去買一些資料去餵牠們 我覺得幾百日圓都夠玩了 因為都很大盒 好可愛啊 牠的尾搖一下搖一下 是不是像狗仔一樣開心就會搖 牠的尾很開心到鎮不來 搞笑啊 我們走吧 大風呢 嘩 這裡竟然有隻小熊貓好可愛啊 不過牠有點害羞啊 牠沒什麼正面給我拍照 這裡就會有小熊貓的資料 好了 這個動物園來了So Bar So Good 牠的小鳥都比較多 剛才看小鯉貓好可愛啊 現在我們就坐這輛小火車 就要付錢的 800日圓一位 現在坐這個火車 等車期間給大家看看 剛才拍了兩隻狸貓的 其中一隻狸貓 這隻了 Red Panda 一隻是2015年 一隻是2018年 兩隻都好可愛啊 最終100km的小鯉 喔 厲害了 有名字嗎? 牠的獎飛過了 哈哈哈哈 日本人的小火車 利用了給大家介紹 利用了給大家介紹 你好 大家好 你們要來看 大小鯉 啊 最後一隻 那我可以做的 剛才那個小火車雖然很小 但我覺得很有趣 這個動物園給我想像中 因為牠有很多小動物 還有剛才我們來的時候 牠會有很多幼稚園 所以這裏不是美麗水族館那麽大的 是一個比較家庭式的 但是很多很有趣的元素 我都蠻推薦帶來 但是不是很大的 大家可能如果不像我那樣拍攝 可能花一個小時都夠了 剛才有去買一間咖啡 那咖啡也很值得去介紹給大家 那現在看看還有什麼動物 是還未拍的 這隻就說呢 日本的最後兩隻 日文就這樣射一下 哇 牠的樣子有點像 跟白虎劍抽香 說彈出彈入那條圖 彈出彈入咬牠一笨那個 哈哈哈 哇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自費的地方 那就可以餵狗狗和餵柴犬了 看一下 哈囉 牠在笑著 但牠不吃什麼 看見狗狗在我轉圈 我不知道牠是興奮還是緊張 如果觀眾知道 下面留言多說吧 餵狗狗狗 我慢慢餵牠 因為都要200日圓 牠整個粗狗狗 可以 我們餵一隻 牠快要跳出來了 那就可以吃了一隻 我封粗口 哈哈哈 牠撲你了 我封粗口 哇 這個不乖 好給你 你沒有 你沒有 沒有一圈啊 你沒有 很壞 它欺負了 它欺負了 這隻羊 牠連樹枝都吃了 你看牠多合作 看著我的攝影 拜拜 好搞笑的 我們去到這裡的尾聲 就去了一個類似小農場 那除了狗狗之外 還有可以摸水豚君 還有很多不同的羊 每個的資料都要付錢 200至300元不等 你可以餵龜 可以餵狗 可以餵羊 水豚君都可以餵的 挺好玩 如果你要餵完 都要花多少錢 就是這樣 好了 現在三點鐘 很多餐廳都關了 所以我們來這間 沖繩的定食 這間店我看到老闆很練長 而且他要做市英 和煮食 所以一腳踢 蘋果汁夠冷 很解渴 我覺得夏天一定要喝 這個是海葡萄 我第一次吃 因為都是沖繩的特產 沒有我機場買的那麼鹹 這個餐廳吃就沒有那麼鹹 還有他旁邊那個是有少少醋味的 少少酸酸的 也挺開胃的 我覺得這個不錯 接下來吃主菜 就是豬軟骨的麵 它不是特別好吃 也不是特別難吃 因為湯底 麵條 都是正常的味道 豬軟骨 也是挺入味的 就是有點醬油的味道 正正常常 好了 這個是炒苦瓜 也是沖繩的特產 我覺得苦瓜 沒有我們香港買的那麼苦 有少少甘甜 因為苦瓜店也會有少少苦味 但這個我可以接受 我覺得試一次就夠了 現在是四點半左右 其中一個一定要來的就是叫萬作模 萬作模是什麼呢 就是看一個石像 一個懸崖的石像 所以大家要早點來 七點就沒得入了 萬作模就是位於沖繩中部的欣立村 模是沖繩代表草原的意思 而萬作模的意思是 可以給一萬個人坐下的大草原 就說是當時某位琉球國王起的名字 嘩! 嘩! 好漂亮 我們到了 這個就是萬作模 是不是好像這隻障碑呢 其實它不是說很大風 而且是涼涼的二十幾度 是正的 我們來的時候就差不多日落了 大概五點鐘 所以是日落的時間就會有些背光的 我會建議如果大家可以早到來的話 就早早可能十點至兩點那段時間來 就沒那麼背光的 那拍攝就會好很多 大家來到萬作模 不要落極心悲 因為這些全部都不可以跨過 一跨過就是懸崖 必死無疑 所以大家來到真的不要跨這些欄 這些欄是不能跨的 下面的水都很急 其實下去也救不到 那裡也寫著 納入禁止 因為不要看到有草地就走過去 一定是非常之危險的 我覺得這個萬作模 是很適合來打卡的 因為都很混為 對著外面的懸崖 好可愛喔 那個障碑真的有一個障碑在這裡 其實我們開車來的時候 前面有五車遊客 現在來這個時間 不是很多遊客 那就不會濕滿了這個景點 還有外面的停車場 不多車位 大概可能30至40個車位 我想其實越早 旅行團會越多 好了來到沖繩第二間Airbnb 這裡有個比較特別的裝置 我現在進去看看 這個看上去其實有點歷史的 但是這個房子 是三個房子的樓底都很高的 有個swing machine 有個衣架在這裡 還有結他 很搞笑 桌櫃沒有之前的那麼大 廚房是這樣 爐頭桌子 都很多 杯杯碟碟碟 可以開Party 神經病 有微波爐 飯煲 熱水爐 都有的 還有個小碗碟碟 在這裡可以有焗爐 煮食爐也有焗爐 這個飯廳 這個地方很搞笑 電視是向上網的 是很傳統的日劇 老爺的唱機 第二間房間 床就跟我昨天有間差不多 樓底超高 冷氣機 燈又久一點 有Kids room 在房間裡面 然後有些公仔 這間就是第二間房間 都大的 還有這個房間 也挺喜歡 七八十年代的感覺 很多屁 這裡可以住很多 很多人的 真的很多屁 神經病 這裡可以 給你在這裡睡 起碼十個八個 這間是客房 客房 有兩張單人床 一 二 還有擺設 是吧 有美國的感覺 第一個是廁所 這個是浴缸 也挺大 洗衣機 洗衣粉 毛巾也挺多 廁所的地方 有兩個座廁 不用搶了 有兩個洗澡 不用搶了 兩個洗澡 還有兩個座廁 好 繼續下去 三個洗澡 這個也是洗澡 很大 還有這間有點像迷宮 間隔很特別 最後一個高次位 現在帶你們去看 它就有這個 有這個圍爐裡的觀眾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我們第一次覺得 為什麼要訂這個Airbnb呢 就是這個 我們可以坐下去 Tatamiga 這裡會有新火 做一個類似 Shabu Shabu 我們可以在這裡喝酒 玩的 Room Tour還未完 拍五分鐘都還未完 這裡就一個泳池 不是很乾淨的 應該不會 不會真的想有 還有呢 還有一個 他們兩個偷窺 在這裡 這裡可以 吃煙 喝酒 至於這個Airbnb的價錢 我就Post在這裡 這裡是比較近 國際村那邊 我們現在到處去逛逛 Let's go 下一集會帶大家去蟹滿魚市場吃海鮮 這個市場會有很多新鮮的海鮮 真的想每一間都吃均勻 還有 沖繩必食的Bruiselle雪糕屋 我們試了很多款很好味的雪糕 這間真的大退 還有 去沖繩貓島之稱的奧武島 小小的島有很多貓看 最後會去琉球玻璃屋 觀賞他們做玻璃的過程 下一集這麼精彩 大家記得追看 大家記得 CL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Follow我的Facebook IG 看我的生活日常 我每逢星期三都會出片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